- 藍牙隨身喇叭 哈囉各位滿意的粉絲大家好,我是一廷 今天要介紹的話就是 新款的藍牙隨身喇叭 那其實出來一段時間了 那這一款是我們畫面上 所看到的Sony的Extra Base 可惜是藍牙喇叭SRX-XV13哦 那又有名AKA SONY小鋼炮 以Sony他們家的藍牙隨身喇叭來說 無論是聲音上或是性能上來講 表現上一直都是相當的討喜哦 主要的話就是透過他們家的Extra Base的 被動式鎮膜技術啊 那搭配他們全音域的揚聲器的部分 可以去強化低音域的聲調 然後達成就是重低音的效果 另外的話它也有做串連的技術 你可以用無線串連的方式 連接兩部SRX-XV13的方式 去達到可以聆聽到更大的音量啊 或是把聲音傳遞更遠 而且兩顆的話非常的輕巧又好吸 但跟朋友一人帶一顆的話 這個方式都是相當的棒的 再來的話我們來說一下 外觀上面的部分哦 XV13的話這次一樣的話 是做這種比較多色系的選擇 那他們在這次的材質上面一樣 是做這種UV7的部分 所以我比較耐用兼顧之外還看刮痕 對 那色系的部分我們剛剛講一下 像他手邊的話 我們手上這一顆XV13是黃綠色的 那就屬於這種比較繽紛火力的色彩 那另外又像是他的SRXV 紅粉的這個配色 那如果是以 比較喜歡低調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擇黑色或者是藍色這兩個配色 那這兩個的話都會比較低調 但看他們其實的話看起來會比較質感一點 相對於這種繽紛火力來講是不一樣的感覺哦 那另外的話 他的這個提拔 他這次也有做改良 之前的話都是做小小的掛聲 對 那他這次做了這種的 以多功能提升啊 相對來說比較好拿 那也比較好攜帶 再來我們講一下續航的一部分 大家可能都會滿常關心說 大家會比較關注說他的時好 那聲音表現不錯的話 電力使用時間可以有多久 這顆XV13跟你講 他小小一顆可以使用到16個小時的電池續航力哦 16個小時是非常足夠的 除非你都是開得很大聲這樣子 然後從下午就開始開 上來講的話 大家通常會在天幕下面小組聊天 或是可能玩一個遊戲啊 聊一下最近的狀況 那XV13的話 就可以增加這個派對的遊戲氣氛啊 或是說聊天的音樂氣氛 那整個時在夜晚或聊天的部分 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不會那麼尷尬 防水的部分啊 更是不用擔心 收音他們家的喇叭都非常的厲害 而且全部都有IP67的防水防塵登機哦 不論這個可能說是西邊烤肉啊 或是就是泳池旁邊可能會放個音樂 或可能放在水盆旁邊啊 他這一款67的部分 水浸泡在水裡稍微水沖洗一下 或是可能戶外臨時下雨滑的部分 都不用擔心 統結一下XV13的優點就是 超高的續航力16個小時 那IP67的防水係數 大家要西邊玩水都不用怕 對 那另外的話 還有做串聯模式 滿足你說你可能想要在更大時候 寬酷一點地方使用的效果哦 或者是想要找這種比較好攜帶啊 然後小巧也不要太重 然後又有想要外出防水的話 那XV13的話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 掰掰 下個字幕 下個字幕